整排的崭新行李箱和包包 总是在人们外出旅游时带动业绩 一旦人们缩衣节时 旧的送修就成了维持业绩的好方法 为在台北通华夜市附近的英辉 用门市销售和专业维修双轨并行的特殊经营方式 让业绩在景气寒冬中依旧亮丽 我比较不同的是因为我是以维修为我的主力 那因为各航空公司的课程的维修也不一样 他们的时间性蛮感的 没办法说透过管道 要透过工厂去做处理 我们必须做到最紧急的时候 甚至四小时就要完修 一两天的完修都很正常的 那所以我们另外发展成一套 我们以维修为主 门市为府的这种状态去经营 那基本上门市是我一个information的来源 各品牌林配件的一个 目前最新的状态是怎么样 那维修部门反而是变成我的一个主力在经营 在操作 和一般直接把行李箱送到代理商及工厂的店家不同 因非从航空业切入 从大宗和特殊的维修订单接起 由于速度快品质好 现在每个月要修理的行李箱高达上千个 即使是已经停产的行李箱 他们都有办法处理 这个待会两天再来装这一组 那这起来会 这边会动 这边都会把它补起来 这是一个Hangry品牌的行李箱 它年份应该已经有七年以上了 那这种零件的损耗应该是 它的环保材质的轮子分解了 那因为时间超过它的保固 那这个也没有零件的供应 那可能我们必须用改装的翻身去完成它 那我们还必须检查它能不能去更换 因为它内里部分有些没有做活动式的话 可能没办法去维修 这部分 这个是可以的 它里面有做一个活门的设计 所以是可以去拆卸更换零件的 那还要注意就是它轮子的高度 有没有办法去符合 我们的替代零件是可以的 相差大概只有0.2公分左右 所以对高度来说它的整个站立是没有什么影响 所以是可以的 没问题 这里的维修师傅按照行李箱的材质区分维修专业 除了布面软箱 还有专修硬壳箱的师傅 从热绒胶 玻璃纤维到塑缸等材质 把均裂破洞的地方填补 磨平 上漆 修补的技术不断精进 不管是像饼干一样碎裂的硬壳箱 或者裂成一个大开口的软箱 阴灰都能让它们起死回生 不过很多情况却是消费者使用不当造成的 这样拉的方式是错误的 真的啊 对 正常拉我们四轮的箱子你要直着走 四轮箱子四轮走 你这样走的话它两轮你拉起来会一直抖 这样 所以它的损坏力会比较高 那你这个坏掉了就要留下来修 强调每一个行李箱的维修都是个案 因此都是现场估价报价的方式 赖荣辉提醒消费者 只要维修费用不超过箱子本身价值的三成 就值得修理 独门的维修技术一点也不怕体气冲击 而在距离不远的地方 专门修名牌包的曾师傅 订单则是排到了三个月以后 现在大概要最快三个礼拜 那三个礼拜 像这个部分都可以吗 基本上这边是已经那个线磨损 它有两层线 第一层是那个米色的线 第二层是那个咖啡色的线 米色的线被它磨细了 所以它咖啡色的线特别明显 所以你会感觉它好像有一块在那边 所以这个是磨损的问题 基本上这种布面的磨损 它需要用遮盖的方式做修补 可是你目前的情况还不到修补的地步 对 所以这只要做清洁就好 对对对 那这个费用是1500块 从修鞋到转进修包 关键就在沟通 曾师傅总是在客人上门的时候 向客人解释情况 并且打算如何修理 让客人安心 它这个拉链头已经磨损了 所以它现在变成说要把这个拉链头 做一个更换修理 那修理来讲的话 我们必须要从它里面的内里 去拆解之后 然后把这个拉链头取下 更换新的一个拉链头 才有办法再让它重新恢复 可以使用的状况 即便是名牌包背带减短 过程处理也是不马虎 丈量好距离裁断之后 还要磨平上胶粘合 同时还要找到跟原厂一样的线 一点一滴把针脚下在原来的车缝洞里 看看已经修好的背带 如果不说 几乎看不出修理的痕迹 而这个代飞包则是另一个问题 这是一款将近有20年左右使用的皮包 因为收藏太久了 这个试扣有一些故障的问题 无法旋动 所以我们现在准备了一个新的扣子 然后我们把它做一个更替更换 所以这个修理上的时间来讲 大概需要半个多钟头的时间 别以为换个试扣很简单 得先把里布拆下才能换上新试扣 然后再把里布车缝回去 最后的线头也必须仔细修剪和隐藏 才算大功告成 不过和修理行李箱的赖先生一样 曾师傅也同样认为 好的使用习惯才是真正的王道 很多皮革的特性不一样 在使用上它会造成有不同的一个结果 譬如说有些绵羊皮它本身柔软轻 但是它不适合耐重耐拉 牛皮来讲的话它皮质的密度它比较坚韧 耐用它承受力也比较够 所以说差异性就是针对它的不同性 我们会跟客人做一些简单的一个说明 甚至说它发霉的情况 我们都会尽量跟它说 皮革来讲的话尽量放在通风容易干燥的地方 用精准的修理技术 帮行李箱包包恢复原貌 同时不厌其烦的教育消费者正确的使用方式 爱物习物的观念 不但为自己开拓一条新的业务 创造可观的利润 也帮消费者省下不必要的开支 创造双赢局面 就是业绩持续不断成长的保证